大家好 我們是呂教練 跟林教練 今天要帶大家來去看花蓮美麗的瀑布 這一段路需要拔山又涉水 要有安全溯溪裝備跟體力喔 我們大概從溯溪 溯溪點那個沙伯島那邊上來 總共花了一個半小時 到達那個 就是一個小時是溯溪 然後半個小時是山路 然後山路 路基算明顯 小心一點走慢一點 慢慢走 沿途都有綁繩子 那你就真的不調走就對了 我們現在下去 完總路線跟GTS訂閱在影片裡喔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太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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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漂亮了 越戶步步 越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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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在手機網路的狀態之下要先下載離線地圖 那這個GPS定位是用我們的GAMI定位喔 這是起碩點,從這邊上來 看到燃砂棒,往燃砂棒上面走上去 是來自動車,往燃砂棒上去 是來自動車,往燃砂棒上去 是來自動車的那個 是來自動車的 哦 兩層 哇 應該從 旁邊吧 應該是 我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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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大概不用10分钟就可以找到这一段 放在这里 然后放在这里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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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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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魚 有沒有魚 好從那邊過去 這邊 這邊 這裡 從這邊上去 這邊到處都是生潭 這是滑水道吧 水道 魚線 魚線 水道 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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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 海水 水 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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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11點10分 40分鐘 小暫時瀑布 走40分鐘 有點像那個南澳那個小暫時瀑布喔 你看一樣 來出去 小小時候到分流口這邊 這邊有一個支流 要從這邊 有一個插入 等一下要關門 這邊很多大支 很好認 反正就是有支流就對了 把那個分岔的支流之後的右手邊 這裡會有一個 輪綁繩子 有一個還別支頭 教練現在別支頭 然後上面 有一個黃色的繩子 紅色的繩子 從這邊進去 就會到達越路 很笨耶 好上去 這裏有黃色的繩子 再來就是 紅色繩子 我們現在走三路 聽說要走50分鐘喔 看看現在是要走50分鐘喔 好 好現在上好就一直走三路 路沒有很大條 路徑稍微明顯 不會太難走 大概從會流口那邊分岔然後走三路上來 大概25分鐘我們就可以看到獵戶戶戶戶 就是傳說中的獵戶戶戶戶 這我知道 你好 對 是 六十歲 我 你 advancement 對啊 快怎麼了 Twenty ine 好 人 好 用 石膏戶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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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戰 然後它適合跳水是在對面那邊 就是剛剛我跳的那邊 岩壁那邊可以跳 那這邊都不適合跳水 因為旁邊很多石頭 你看眼睛都看得見 所以這個地方都不適合跳水 包括這邊也是 包括這邊也是 它旁邊都有石頭 它終於下水了 我們 60歲的叔叔上 李教練終於下水了 李教練很少下水了 他都只教不練 他就教了小朋友 好舒服喔 這種天下去還需要防寒衣 沒有防寒衣太冷了 太漂亮了 然後水清澈見底 那我剛剛有進去看 那邊大概到快要到四米 那這邊大概兩米 兩米這邊我下去撿石頭 這邊大概兩米 然後那邊大概四米 瀑布下面大概四米 這風景很漂亮 你看眼鏡 都是瀑布有沒有 一直過來 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 怎麼沒開始 又騎 感谢你的观想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分享